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5回 三天之后 黑色巨州大厅当中 杭丽坐在主位上召见了那三男一女 四名人族的合体修士 南宫婉则神色温婉的在旁边坐陪着 参见韩前辈 这四个人一进入大厅 当即冲着杭丽身诗意里 起来吧 有跟我的来历和婉儿的关系 想来你们也应该都知道了 你们前来拜访我的主要目的 我同样也了解了一些 杭丽白手淡淡的说道 何等四人自问 自知不信于任何人 只是呢 现已小灵天的限制 才一直没有办法更进一步 这若是前辈肯带我等返回灵界 晚辈等人对此 那绝对是铭记在心 永世不忘 四个人当中的白发老翁略低头 代表其他人恭敬地说道 晚而这些年也承蒙几位道友的照顾 诸位想要跟我返回灵界的话 那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可在这之前呢 诸位是不是必须先安排好小灵天的一切啊 韩某可并不希望出现 我们这边刚已离开 剩余的人族立刻就被其他一族奴役的事啊 白发老翁等人文言心中一灵 其中的蓝袍美妇心念一转 当即恭敬地上前一步 我等一切恭敬韩前辈 会吩咐几乎二话的 其他三个人也连忙点头称是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越祖带跑一回了 你们回去后 先选拔后备中最出色的百余人 我会带着这些人和你们一同返回灵族 同时宣布 我会不定期的派人再次返回小灵天 会带走下一批资质最出众的人族子弟 这些事情嘛 就交给你们来办理了 韩力毫不客气地吩咐道 前辈放心 我等会将此事办得妥当 绝对不会让前辈多费丝毫的心思 很好 那么另外在动身返回灵族前呢 我会去小灵天其他的区域跑一趟 和其他的一族讲一讲 让他们不敢轻易地侵犯人族 同时啊 我还会留下奖重宝给族中 让族中即使没有合体强者 也足以应对其他一族的侵扰 有了这些后手的话 此地人族即使说强者不在 也不用担忧受一族奴役的事情发生的 韩力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 眼前的一干人族强者听完了这些话 自然是又惊又喜 纷纷恭声称事 有了这么一番后手准备 小灵天人族的确可以说是后顾无忧了 于是这几名人族修士 在向韩力请示了几个有关撤离小灵天的具体事宜之后 就失去地告辞离去 从始至终 南宫晚都只是坐在一旁 微笑不语 不过等这几个人一离开啊 他却马上冲着韩力 咽然一笑 父亲 等他们挑选出合适的后备 恐怕还要耗费不短的时间 在此期间 我看不如我陪你去其他的一族走成一趟吧 我虽然说常年闭关 他对小灵天之熟悉 还是你不能比的呀 好啊 既然婉儿这么说了 自然没有问题 我也正有此意啊 两天之后 韩力让花石老祖带着一匹傀儡离开了莫陵圣州 自下搜集一些小灵天特有的材料 就带着南宫晚的同样飞离了巨州 而朱古尔在被南宫晚正式收为弟子之后 在巨州留守起来 半个月后 树座遍布各种黑色原石的火山之间 一名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近似透明的诡异的生物 正在低空中疯狂闪烁的瞬移逃遁 高空中轰之声一响 一只几乎遮蔽了大半个天空的金色巨手 凭空浮现 只是往下一落 阵阵凡音之声从中一跳而出 同时呢 一股庞然巨力是一压而下 下方半透明的诡异的生物 顿时大吃一惊身形一闪 一下子就冲出了数百丈之远 顿速几乎比先前快了背许以上 但是空中金色巨手看似落下徐缓 但是五指只是一分 就一个模糊的出现在了半透明生灵头顶处 对闪电般的一拍而下 紧接着一声喊叫 半透明生灵竟然有数件一保护身 外加上是体质特殊啊 可在这金色巨手的攻击之下 根本就是无济于事 仿佛苍蝇一般的 被一拍而灭 彭力声 金色巨手随之一闪而灭 高宫中这才一个波动 以那一女两道人影并肩浮现而出的 正是寒力和南宫碗 此刻的南宫碗 看了看下方那半透明的圣灵 脸上难掩一丝震惊啊 这可是风铃族中的最强者 几乎半步已经踏入了大城之门 竟然连你一击都没有办法接下 看来父亲当真不是一般大城 切身到现在才是完全相信父亲先前的话了 怎么 我二人先前对父亲之言原本并不深信吗 杭力闻言之后笑着问了一句 我怎么知道父亲口中所言 不是一般大城竟然会厉害到这个程度了 以父亲你的修为 在灵界中也是最顶尖的存在了吧 南宫碗轻航了一声 又有些好奇的再问了一句 此时等你回到了灵界 自然就知道了 好 我们走吧 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呢 巨狼族第一强者刚乐了 韩力带着一丝调笑之意说道 南宫碗文言白了他一眼 自然不会再说什么反对的话了 于是韩力刨袖一甩 当其一片惊吓一醒而起 二人就化为一团金光 是破空而走了 一个月之后 数以万计的青灰色的螳螂一般的巨蟲 潮水一般的 往一个灰蒙蒙的光照处 狂冲不已 在灰色的光照当中 一座百余丈高的黑色小山 悬浮在虚空中 顶部呢则并肩站立着 韩力和南宫碗 而在众多猙獰巨虫的最后处 一只体型几乎是 其他巨虫四五倍 头生一张人脸的怪虫 正神色凝重的 望向光照中 韩力南宫碗 这怪虫的体表啊 有一枚枚 诡异的黑纹闪动不已 其他巨虫在他的影响之下 也被一层淡淡的血光 笼罩着 能同时控制如此多的铜族 并且还能刺激他们 实力短时间之内聚增 倒也算是一种不错的神通了 不过这种崇海手段对于我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了 光照中 响起了韩力淡淡的声音 接着雷鸣之声一响 一团房屋般大小的金色雷球 默然之间从中浮现而出 在迎风一仗 就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力而开 刹那之间啊 无数细长的金丝 从暴力处弹射而出 交织一鸣过后 当即一将弥天金网从天而降 几乎将下方的虫群呢 都是一网打尽的 只听里面的金网中 霹雳之声一响 所有巨虫呢 全都瞬间在电光当中化为了灰烬 不过那头人面虫啊 其实一声低似 张口喷出了一团墨绿色的液体 竟间头顶处的雷网 撕裂开了一个不踏步小的洞 并一个闪洞 从中洞穿而出 响了一声 此从背后一对青色的蝉衣 一现而出 红粉的一衫 就要是一盏独门秘术 桃之夭夭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光照中 韩力的手臂 似乎动了一动 人面虫附近的虚空 当即是波动一起 一道青蒙蒙的剑光 盘射而出 一闪之下 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将巨虫从中间一展两半 接着 此剑光在一个盘旋 又化为了一片青色的剑木 将巨虫两节深居 一卷其中 当青色的剑光 再一散而开的时候 这头人面虫 连同其原神 早已经化为力团 事物 不复存在了 一个半月之后 小林片一族人数 最多的 岳崖一族 进地当中 此族三大长老 率领十一万族人 借着地形之力 摆下大阵 迎战 韩力和南宫王二人 结果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就被韩力一己之力 斩杀了数千月牙族之人 将大阵尽数破去 此族三大长老肉身 更是一个照面 就被韩力隔空挤全 急得尽数暴力而开 两个月后 一座遍布毒气 糜烂植物的沼泽深处 号称小林片最神秘一族的 叶眠族大长老 主动地向韩力表示臣服 并发下毒誓 在有生之年 其族绝对不会踏出沼泽一步 短短数个月的时间之内 韩力和南宫王 就真的踏遍了小林片 所有的异族区域 经这些异族当中的强者 斩杀的斩杀 降服的降服 短短时间之内 就让所有的异族 战战兢兢 宛如末日来临呢 这些消息传回了人族 那自然是一切欢呼雀跃 如今对韩力这位 外界来的人族大成 人族几乎人人是如雷贯耳 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啊 这个时候 人族中的选拔在经过了一番激烈争夺过后 也终于选出了百余名资质最出色的后辈 三个月后 当黑色的巨州再次降临绿海之上的时候 莫灵圣州上不但载着韩力南宫丸等人 还有树名啊 合体修饰以及一该人族后辈 至于绿海中的绿灵一族 早就下得远远的隐匿躲开了 根本就不敢接近巨州万里之内的范围 在轰鸣声当中 黑色巨州终于在一棵参天大树上空停了下来 航力站在巨州前端 往下方淡淡一扫过后 单手一掐绝 再往下方虚空一点 当即呢 巨树土波动一起 淡淡的光霞一卷过后 所有的景色一变 巨树骤然消失不见 而在原处呢 却现出了一团徐徐转动的七色光蕴 走吧 下一次再来这里 可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哈列自语一声 单足轻轻易彩 黑色的巨州 顿时破空之声一响 向下方光阴处 积射而去 并在途中的飞快的缩小 最终是一闪其事 消失的无影无踪 灵界某片海面上空 两群类似巨精的不知名的低阶海兽 正在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撕咬在一块 一叠叠残缺的兽师 不舍地从海水中漂浮而起 一股股冒出血水 更是将附近的海面 彻底地染成了鲜红之色 忽然 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 从海底深处一冲而出 两群海兽被这个气息一冲之下 当其纷纷大惊失色 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战斗 马上往不同的方向抱头数窜 转眼之间 海面除了那些残肢和淡淡的血腥之气外 竟恢复了往昔的平静了 就在这个时候 紫区域海水滚滚地往两侧一分 从中一下子飞出了一座黑幽幽的巨州 前后足有千丈之长 仿佛一头猙獰的黑色巨兽 在巨州前后两端挤满了众多的人族修士 大都看起来年纪轻轻 但是一个个呢兴奋至极 对海面上一切不时的指指点点 有些年轻的修士 甚至还双目威逼 似乎在原处默默感应着什么 此巨州 则是刚从小灵天返回灵界的莫灵圣州 在此州刚回到海底的一瞬间 那条七色的光运所画的通道 终于无法支撑的崩溃开来了 下一次 韩丽若还想去小灵天 那就不知道要相隔多久了 并要重新找上古济坛推算一番 这才有那么一丝可能 此刻 韩丽和南宫碗并肩站在船首的最前端 四周的人群 所敬畏的远远的隔出了一大片空间 不敢靠近丝毫啊 这就是真正的灵界 灵气之精纯果然不是小灵天可比的 也只有在这种地方 我等修炼者才有可能更进一步 并最终达到飞升仙界的境界 南宫碗清晰了一口 瑞微有些咸味的海风过后 又有些喃喃自已的说道 灵界的确比小灵天要强盛一些 但是要修炼到大城气的存在 也并不太多呀 像我等人族这样的弱族 一弯情形之下 能同时拥有一两个大城 那就足以在灵界立足了 不过一些超级大族 大城气存在甚至可达两位数以上 当然了 即使同为大城 也有强弱之分 一些真正的大城中的强者 可以与真灵争斗而不落下风 以一起之力灭杀数名同阶存在 那也是亲而易己的事情啊 韩丽微微一笑 在小灵天期间 他自然将灵界和人族大概的情形呢 都向其他人讲说过一遍了 故而这些从小灵天归来之人 倒也对着灵界呢 并不是一无所知了 看来夫君如此自信的样子 肯定也是那所谓的强者之一了 亲身倒是没有想到 人族在灵界当中的情形 竟然如此不乐观 现在有了夫君的话 情形应该会好转一些吧 南宫晚叹息了一声说道 我自问单打独斗 绝不逊色于任何大城中的强者 但是毕竟进阶大城十余上短 真的要振兴人族 还要从长计议啊 杭力神色一正 这个自然 且先相信以夫君的实力 总有一天能够做到此事的 南宫晚宁望着杭力 脸上闪过了一丝柔情之意 希望如此吧 下面要如何返回封城大陆 我们直接跨海而去吗 南宫晚眺望了一下远处的海面 又问了一句 这个吧倒不用 我和附近雪天大陆的赫连商盟 主事之人是认识的 通过他控制的传送阵 应该可以安排我们 直接返回封源 韩力不加思索的说道 这样最好 其实也真想早一日见到 我们人族在邻居的居住之地呢 南宫晚焉然一笑 韩力微微一笑不再多说 身下的巨州 这个时候却已经调整好了方向 一声轰鸣 向雪天大陆的方向 积舍而去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596回 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6回 几个月之后 莫灵圣州就已经出现在了 雪天大陆某个巨型港口城市上方 并大模大样的悬浮在一座三角形建筑的正上方 一动不动 韩力带着南宫晚 正身处此建筑附中的大厅之内 一名战战兢兢的中年男子 满头大汗的在给二人说着什么事情 什么 贵蒙现在已经收缩了大半十里 并且碧影倒影也已经隐落而亡了 你确定不是在故意戏弄我吗 我离开大陆才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韩力的脸色阴沉异常 盯着眼前的男子冰冷地问 韩前辈只有本盟的贵宾令 晚辈怎敢对前辈有何虚言啊 况且这些事情现在雪天几乎人人皆知 前辈不信的话 出去稍一打听就可以知道晚辈之言 不假呀 中年男子一边苦笑 一边连连攻身 那位凶魔竟然这么厉害 以一己之力就斩杀了这么多的大城中的强者 无论说他动用了何种逆天的手段 这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贵蒙一向消息灵通 可探查清楚这此魔的来历了吗 韩力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之后 这才问道 这个晚辈就不好说了呀 也许总盟那边有确切的消息 但小的呢 只是一处分盟的负责之人 对此实在 实在是知道的不多呀 中年男子迟疑了一下 这才回答 哼 知道的不多 那还是知道一些了 道友无需有何顾忌 直接将知道的说出来就是了 难道 以我夫君的身份 还不能知道这些消息吗 南宫晚在旁边 轻轻的一笑 又关这位爵士凶魔的事情 韩力自然呢 早就向他讲述过了 子女初闻灵界 竟然有这等拿血迹 不当一回事的凶魔的时候 自然当时 也是吓了一大跳 晚辈怎敢如此去想啊 韩前辈想知道的话 晚辈绝对会如实相告 中年男子心中一灵 连忙解释着 韩力为言 这才神色一缓地点了点头 旁边的南宫晚也神色一宁 准备仔细地聆听 这绝世凶魔的出现啊 十分的蹊跷 那好像是凭空在血天冒出来的 并且从其展露的一些功法神通上看 已经肯定 此人绝对不是本大陆 甚至本界之人 果然现在外界流传 其要么是其他强大界面的跨界强者 要么是上位界面的降临之人 而根据晚辈得来的消息 十有八九应该是后者 中年男子立刻说道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甚至他的眼角不由自主地 还跳动了一下 哦 降临之人 你说这凶魔 是仙界下来的仙人 你怎么敢如此肯定啊 纵然说是韩力 闻听此言 也不仅有一丝骇然涌上了心头 一边的南宫碗呢 更是欲融一变 据说曾经有人在远处 偷窥到这位凶魔 在施展某种大神通的时候 似乎触怒了界面之力 让法则之恋浮现而出 并立刻将贯穿其右身啊 将其大半的法力 禁锢了起来 要不是真相界的仙人 这怎么可能会有 此等事情发生呢 而一直在其他的 一些强大的界面 也许的确可以诞生 一些非同一般的大能存在 但要说像凶魔这般 直接将碧影大人等 如此多的强者 一网打尽的超级强者 还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这等事情 就是一些传闻中的 天风真龙上古真灵 应该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呀 中年男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竟真的一言说中了 凶魔的真正来历 若是法则之恋事情是真的话 你的判断的确有几分道理 不过 我还是有些无法相信 有真先出现在灵界 此时呢 我自然会跑一趟贵蒙的总坛 仔细地核实 哦对了 碧影道友不在了 那么现在贵蒙是何人做主啊 而且这凶魔如今在何处呢 还在一直血迹各处生灵吗 韩利清吐了一口气问道 碧影大人陨落之后 本盟暂时由数名长老共同执掌 直到再次选出下一任的总执事 这才会将权力移交 至于说那凶魔啊 前后已经血迹了血天大陆西部十余处地方了 几乎将整个西部的生灵全都一扫而空 不过大概两个月前呢 这位凶魔却突然冲入了血痕宗内 一口气就屠杀了子宗两名大臣老祖 还有数千高中阶弟子 然后激发子宗境地的跨大陆法阵 直接传送走掉了 中年男子老老实实的回答着 跨大陆法阵 怎么 他去了其他大陆 你可知道他去的到底是哪个大陆吗 韩丽大吃力惊 南宫丸也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脸上同样的显露出了担心之色 根据这事后的调查呀 那凶魔去的好像是雷鸣大陆 中年男子想了想之后回答道 韩丽听了之后神色是微微一缓 可眉宇之间的那丝凝重仍未散去 他继续地向中年男子再询问了相关的一些事情之后 这才在对方的恭送中带着南宫晚离开了大厅 并马上飞离了建筑 直奔高空中的黑色巨舟一飘而去 雷鸣大陆一片一望无际的翠绿湖泊上空 习道金丝在以不可思议的顿速击舍而行着 一个闪动之间 就在破空声中到了数千丈外的地方 并且呢还在丝毫停顿没有的继续提速前行 眼见了前方一个树木稀疏的岛屿出现之时 忽然惊死一拐弯 向下击舍而去 喷一声 当岛屿上唯一的黄色土山之顶处 凭空多出了一个大坑 里面赫然献出了一名半贵的白衣青年 还有一名银宝女子出来 休息两个时辰 然后再继续赶路 白衣青年张口喷出了一团精血 这才微微颤抖着在坑中站直了身子 并咬牙切齿的说道 两个时辰够吗 你现在的元气已经亏损极为严重了 即使说有办法弥补一些 但这般频繁的施展秘术的话 恐怕也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吧 银宝女子却沉默地片刻说道 那你有什么办法 那家伙不知道吃了什么药 竟然突然不再去进行血迹 凡事死死地追着我们不放 先前那在血痕踪的时候 要不是对方突然紧追而至 我等于何志远连的传送法阵都未曾来得及调整 就匆匆地被传送到了雷鸣大陆来的 白衣青年哼了一声回答道 这两个人呢 正是被那真仙马良一路追杀到其他大陆的六翼和冰凤 这还用说 多半是在血天大陆上和那些血道增门联手埋伏之事 真的让他大怒了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摆脱掉这个背后的杀星啊 这一次我看他多半不用两个时辰就可以追过来呀 冰凤没好气地回答道 若还有其他的办法 我还会让自己落个真元大损 看来这一次呀 你我真的要做一次同命鸳鸯了 呸 谁和你做什么同命鸳鸯啊 一起盘膝做好 我来用秘书助你一臂之力 冰凤清澀的一声 心中一横说道 凭你这点实力能帮什么呀 六亿为言 微微一愣 我虽然说修为远远不及你 但是本体毕竟是五彩天凤嫡系后裔 拥有着一些天赋秘术之玄妙 又怎么是你能轻易想象的呀 冰凤带着一丝傲然 行啊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姑且是活马当作死马医 六亿神色一动 深吸了一口气 随之 就见他果真在大坑当中 立刻盘膝坐下 并毫不犹豫地闭上了双目 而冰凤呢 则轻塌了一口气 身形一个晃动 直接就出现在了六亿的背后处 同样的盘膝坐下 并一张口呢 喷出了一团白萌萌的寒气 里面晶莹闪动 隐约一颗拇指大小的五彩圆珠 正徐徐地转动不停着 此女一声低贺 单手一掐绝 背后晶莹的霞光一卷 一头巨大的冰凤虚影浮泻而出 此冰凤虚影扬出了一声清明之音 双翅一斗过后 突然从体内涌出了无数晶莹光丝 听起一闪提示的 没入到了眼前的圆珠之中 刹那之间 圆珠嗡鸣之声大响 表面一层层浓郁之极的真元之气 汇聚一起 并转眼之间 一阵模糊晃动 化为了镜似液体的粘稠状态 这个时候冰凤才一咬牙 一根手指冲着圆珠轻轻一点 嗖的一声 圆珠一掺过后 一下子就化为了无形之物一般 一闪没入到了六翼的后背当中 接着 冰凤口中念念有词 双手食指车轮一般的不停掐绝 一层金银光运 从其身躯的表面散发而出 同时呢 脸庞竟开始渐渐的白皙透明起来 让子女远远的看起来 那是无比的妖异呀 同一时间 六翼指决的背后 一个活物般的圆点处 正有无数旅奇寒之力 向各处经脉是滚轨涌出 接着化为了无数真元之力 汇聚到了丹田当中 原本端坐丹田中 现在十分萎靡的一个精灵小人 一接触到这些真元之力 顿时精神一刃呢 他手舞足蹈的欢喜无比 啊这是北元之力 你竟然能将自己的北元之力 直接灌输给我 六翼再也无法忍住 一下子睁开了双目 又惊又喜 幸亏你和我一样 都是齐寒之体 并且修炼北元神通 也有几分相似 否则的话 就算说我愿意贡献自己的北元之力 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冰凤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有你的北元灌注 我自然可以短短的时间之内 就在转化成真元之力 能再次施展秘术逃脱 但是你修为毕竟不高 恐怕如此做法 也没有办法帮上几次的 我们必须再另想脱身之策才行啊 六翼的墓中行光一闪略有所思 怎么 你有什么主意了 冰凤文言神色一动 我原先就有一个或是东夷的计策 只是先前那辈的方子追得太紧了 根本就没有实施的时间 现在有你本元灌注帮我争取时间的话 这倒有了施展的可能啊 六翼丝毫没有隐瞒 行啊 今天这样还犹豫什么呀 你赶快抓紧转化真元之力 快些行动吧 冰凤带眉一条不客气的说道 呵呵 这个还用道友提醒 等稍微恢复一些 我们马上就往最近拥有传送镇的城池赶去 通过传送 再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角赤族的领地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角赤一族算是雷鸣大陆数一数二的超级势力了 里面的大城存在 绝对少不到哪里去的 应该有机会缠住这位真仙疯子 六翼不加思索地说道 一个月之后 角赤族主城之一的盖陵城 被调一望无际的滚滚血河是彻底的淹没了 无数角赤族人在血河当中拼命地挣扎哭喊着 可却是根本无济于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肉一点一点地融化开来 并最终的和血河融为了一体 血河上空一名看似瘦弱的青年 一片绿云凭空涌现 并化为了滚滚雾海向这边一冲而来 瘦弱的青年呢 丝毫一色都没有 只是不知可否的转头朝雾海处一望而去 一声霹雳过后 绿色雾海一冲到血海附近处 往同一处一鸣 竟然一下子幻化出了一尊千丈高的绿色魔像 同一声笔直独角 体表遍布着绿色的魔眼 单手托着一只金盼盼的宝塔 什么眼 竟敢在盖林城进行血迹 却不怕被本族抓住碎虚万段 抽魂炼破吗 另外镇守本城的天象道友在何处 为何会容易做这些事情 绿色魔像体表上千的魔眼 只朝下方微微一扫 当即发出了阵阵咆哮之声 天象 哼 你说的是眼前这个想自曝原因的家伙吧 瘦弱青年文言 用手一点那具天灵盖打开的尸体淡淡的说道 不可能 天象道友法力通天 外加有盖林城大阵辅助 怎么会落在如此下场啊 绿色魔像的体表啊 苏的远珠一下子疯狂的转动了起来 并从中传出了惊怒至极的声音 你不用轻啊 若不交出我想要的两个人的话 你也会马上不得后臣 落个同样的下场 瘦弱青年不紧不慢 一副视绿色魔像如无物的样子 什么两个人啊 这一次绿色魔像真的有些诧异 就是这两个小辈 你可曾见到过呀 瘦弱青年 袖中手指一弹 突然一只卷轴一飞而出 迎风一展过后 当即徐徐打开 里面又黑暗流露出了一对栩栩如生的男女画像 正是六翼和冰凤的肖像 你好像不是我们脚翅族之人 老夫怎么可能见过 他们和女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跑到本族处 请问下落呀 绿色魔像身上的眼珠一阵凝望 当即嗡嗡地回答道 这个回答 我并不满意 现在是我在提问 而不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既然不知道 那我可以给你三天的时间 将这两个人给我叫出来 若是做不到的话 我就一尝一尝地继续血迹你们整个脚翅一足 收入青年文言并没有动动 反而用手指一点画轴 将其一卷重新收回了袖中 这才不慌不忙地说 你说什么呀 想要血迹本族 这种笑话老夫有生之年 可是第一次听说 本座现在这可以直接告诉你 不要说老夫不知道这两人 就算说知道 也绝对不会交给你的 绿色魔像体表眼珠 骤人光芒一宁 怒急返笑 行啊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也留下来 成为血迹的一部分吧 瘦弱青年文言 嘴角泛起了一丝 急疯之色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597回